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志工伯安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呢叫做家庭安全热线电话 在这个游戏里面要做的工作非常简单 那就是作为一个电话接线员 只不过你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呢 可能都是一些超自然的问题 你需要查阅一些资料来告诉这些有问题的家庭 怎么去解决这些麻烦 我也不知道会发现什么 好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邮箱 因为我还不知道这个上班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来到了这个HSH的公司 对吧 我作为客服 我的主管呢是这个卡罗纳里加纳 今天他会打电话给我介绍工作的职责 只要我的工作达到90%的准确率 就可以拿到每日员工的优惠了 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让我看一下这个电视广告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视广告吧 上班第一天就是看视频是不是 这跟up主一样的呀 陈天上班的家庭遭受一些对吧 什么乱七八糟的火斋 洪水 这是什么这个后面这种奇怪的生物 是不是每个家庭都会遭受到的吧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奇怪的东西了 当然了我们这个电话热线也可以解决一些正常的问题 对吧你在生活中遇到的交给我们就完事了 好吧 OK那电话呢 家庭这些电话 OK正式开始游戏了 星期一最糟糕的一天每周是吧 原来客服软件是这个样子的 不用有一个真正的电话 好 现在开始打卡上班咯 我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有有有有有有有很多的这个条目 臭宠 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一个百度百科一样的 怎么电话来的那么快我都没看啊 哈喽 这是我的主管 OK 这个都是我给大家解释过了 闭嘴吧 我们把这个公司主管电话给挂了 相信这个工作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好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条目啊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描述 比如说密封啊 它的危害啊 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子 就可能说有有电话啊 电话打进来了 对吧 他家里面可能是一些自然的现象 我们也要给他告诉怎么解决方案 OK 现在一个电话呢 就是说他们家的厨房里有脏东西 看着像咖啡 我看一下啊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找一找什么东西 长得像咖啡呢 厨房里面的老鼠屎 或者说蟑螂 蟑螂呢 有点像咖啡渣 我给他提交回复啊 那你们家应该是有这个蟑螂了 对吧 偷油脖 那你需要用一些杀虫剂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算是哪门子的难题啊 这就是你们有这个家庭常识 对不对 你看这个条目特别的多 苍蝇 苍蝇不是把它拍死就可以了吗 对吧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好像都是一些昆虫类的 目前我们能访问的一些这个条目信息 又来电话了 有什么需求 美女 晚上睡不着 阁楼上有噪音 是吧 他给你形容了这个声音叫做 是什么 米老鼠 OK我知道给你们怎么解决了 打电话给那个 也是你 你说米老鼠也是米老鼠 跑到你们家了 还是个盗版 你是你马上就来了 好吧 这个地方还有地鼠啊 但是这个地鼠应该不会在这个阁楼出现 我看一下 你看有老鼠这个条目的 吱吱声 对吧 那肯定是这个老鼠了 你们家有老鼠 记得去清理一下 叔叔我啊 今天晚上就要归期了 OK干得好 那这个游戏应该是我们进行到后面一定的阶段 我们的管理权限得到了升级 应该就可以访问一些别的这种条目了 可能有妖魔鬼怪啊什么的 这个工作还算比较轻松啊 没有什么太吓人的 好吧 目前来说没有遇到什么太吓人的 而且都是出现在百度百科里面的 他又不会真实的面对我 所以说这游戏还可以 谢谢 昨天我叫你们家说有点糟糕 在我的家里 我说没有什么要关系 那猜猜 有点多的糟糕 在我的家里 我说有很多糟糕 在那里 你应该不再告诉我 因为我知道我看到有什么 在那里 告诉我什么 ok 这位朋友就是说 家里面的垃圾越来越多了 不知道谁在他这个地方扔垃圾 那不是好事吗 对吧 你想想你都不用出去回收垃圾了 你就可以靠紧垃圾为生 多好的一件事 什么样的生物有这样的习性啊 收集垃圾在在人家的院子里面 燕鼠吗 燕鼠那么小 他垃圾都搬不动啊 再看一下下面有没有什么 哦 浣熊 喜欢翻垃圾 可能这个浣熊啊把你家当成他家了 是不是把这些垃圾全部都放在了一起 多好 多了一个这个打工人啊 你就每天去选一选哪些是可回收的哪些是金属垃圾 是不是我觉得挺好的呀 吸血小虫虫 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啊 能不能马上到星期二啊 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感觉有一点点的无聊了 boring了 又来电话了 这个人头像看着有点奇怪 这个是有点骚扰电话了是吧 首先头像长得很不对劲 像一个伪人一样的 然后你怎么知道我的冰箱在疯狂的运转呢 你是我的冰箱吗 啊 你坏了 你找主人 主人帮你维修一下 好吧 也不用给他就是说 做一些具体的回复什么的 就这个游戏如果说你的尝试非常的丰富的话 其实玩起来还挺快的 你不用一条一条的去翻啊 我们没有这个割草服吧 他说他院子里面的这个杂草长得太长了 那我们是不是建议他就是说 养一些能出草的这个生物呢 或者说是你养一个地鼠 地鼠会对花园造成破坏 你弄一个地鼠好了 他会对花园造成破坏 但是他会咬伤人有狂犬病 你自己就是掂量一下吧 哥们 好吧 反正我的工作要求不需要我百分之百准确 你别被咬就可以了 O不OK 好的 自己这个斟酌一下 准确度只有百分之五十 我干错了那么多事情吗 完了 有点那个太过于自信了 今天第一天上班表现得像浦信男 好看一下我们的邮箱啊 我这个工作状态能不能得到升职 倒是没有人升职 有人给我发了个邮件 他说你不认得我 对吧 但是我做的你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非常的危险 今天辞职还来得及 你不了解这个内幕 相信他 好像很多游戏都有这样的情节 对吧 上一个员工给你发来的这种忠告 让你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好吧 我倒要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猫腻 星期二了 这个时候要仔细的去做一些判断了 第一天的这个准确力确实有一点 超出了我的想象太低了 电话来了一大早的 肯定有什么急事 主管 懂了懂了 主管给我打电话呢 就是说我可以访问更多的信息了 但是这些事情是是保密的 啊你你你你你你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我们看一下什么蝙蝠 蝙蝠这个还好吧 哎怎么又电话 这来得也太快了 哥们什么事啊 你不是打 我告诉你 我发错了吗 and now there's even more criters in my yard they're all staring at me now they want me too they want me to climb inside the tunnel i i must go i must pay for my sins 卧槽 这个人感觉被什么东西附身了 因为你想啊 他第一次跟我描述的时候 其实就是浣熊啊 然后他刚刚那个自言自语 就感觉不是他的这个主段主观的思想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会产生幻觉啊 这个是什么 床齿 氧化碳中毒 会导致人类和宠物的死亡 电话怎么又来了 我刚刚那个都没有没有回复 我回复的太慢了吗 他怎么一直在感冒啊 OK 花粉进入到他的这个房子里面去了 这个 地窖真君 我看一下 我好像 普通货布是什么东西啊 他会清洁家里面 啊 这不是保姆吗 桌面货布 货布的亚种 喜欢整理桌面 what the fuck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假的甜菜 等一下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这个花粉病有没有什么 解决的方案啊 我觉得 他可能不是花粉过敏 他可能是有这个 家里面有这个霉菌了 对吧 但是他说 他待在室内就没有问题 地窖真君 断裂货布 货布 货布压种 管道货布 这个货布是个什么 也是清理东西的啊 我仔细看了这些所有的 目前能访问的条目啊 我觉得 他的这个花粉过敏的症状呢 真的只有这个霉菌 能这个 提供解决的问题了 各位朋友 应该是霉菌 应该不是这个花粉的问题 应该是你们家 有一些地方发霉了 真没有找到 这个跟花粉相关的 好了 又来电话了啊 我刚刚也是大概看了 这些的条目 应该能很快速的回答 他这个问题了 你怎么也咳嗽了 他就是上一次说 就是要除草嘛 我跟他说了 你说你用这个地鼠行不行 那他没用好 就关我什么事呢 打打电话来骂我了 那不好意思了 你去找别人吧 好吧 我可能不太识认这个工作啊 在信息的处理方面 确实有点硕 好吧 看看看看吧 反正工作第二天吧 对吧 那第一天有些错误 是很正常的吗 是个第一天能做的很好呢 啊 反正我不可以 来了又电话了 又来了啊 放松心态啊 美女 这个行为 我 我刚刚看到过 普通货布 他像一个小精灵一样的啊 然后呢 他 要做的事 就是晚上出来 清理地板和盘子上的灰尘 然后他也不危险 你只要不激怒他 就可以了 是不是 然后不要留下这个牛奶 这多好家里面来了个保姆 华 还是免费的 把这个信息赶紧 把这个好消息赶紧告诉给他 你们家有一个普通的货布 收养他吧 这个样子 你就不用打扫卫生了 你打扫卫生的时间 你就可以去干别的事了 比如说 玩游戏 又来电话了 这个人这个眼睛也很奇怪 像一个伪人啊 他的这个说的话的这个声音 都感觉有点变形了 OK 他好像只是说 来吐槽这个现象 但是 也不用干什么 他呢就是在墙壁里面也听到声音了 这个声音很小 但是也没有看到明显的破坏和粪便 这一会是什么呢 听到声音很像是 刮擦的声音 OK 好像木匠椅才是这个刮擦的声音啊 他有一些这个信息 你你真的很难去判断啊 就有电话打进来了 他就是有人翻他的桌面吗 桌面货布 是不是喜欢整理这个桌面 根据自己的喜好 根据自己的喜好 对这个桌子里面的东西进行排序和整理 太棒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生物啊 天哪 你家肯定是进这个桌面货布了啊 不是说你们这个会计部的老伙计是不是 去到你们家乱翻 还不做破坏 给你整理 多好的一件事啊 今天的准确度有80% 朋友们超出了我的想象 看来这个这个工作 我已经越来越熟练了 这游戏目前玩下来 感觉还挺有魅力的 是吧 就是针对这些未知情况 你要做出的一些判断啊 然后会解锁一些这个未知的这个档案 是吧 邮箱怎么又来邮件了 怎么回事 网络错误了 ok 懂了 就是我们公司接下来几天可能会断网 这个样子 资料可能没有那么快的去查阅 但是呢 你还是要提供准确的答案 就等于说是你要熟读这些东西了 怎么又有一个广告的这个视频 在这个桌面上面了 中病毒了吧 这个电脑 这个是干嘛的卖房子的吗 8万4美金就可以拥有那么大的一个房子 哇哦 但这么大的房子怎么只有一个床 两个卫生间啊 这个布置的太不合理了 还有别的这个房子 这个是两个床的 三个卫生间 哇这个太大了 可以打他上面的这个电话啊 我觉得不可能吧 不可能真的是这个房产广告吧 我花了50多块钱买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里面还内置了房产广告 不应该吧 能不能拖动这个进度条 啊 有东西出现了 community alert ok ok missing person 有人失踪了 这就是 missing person's alert authorities are currently looking for missing child Robbie Parker male brown hair approximately 4 feet tall last seen wearing yellow shirt brown shorts and white tennis whose suspect is described to be approximately 6 feet tall bare foot wearing a large bush or shrub on their person last seen at approximately 1025 a.m please report any unusual activity to your local authorities ok 公布了一个失踪信息 小孩失踪了 然后还有嫌疑人的这个长相 和小孩的这个长相啊 我说实话 我也记不住啊 现在不管了 所以开始我们今天的工作吧 万一万一遇到了呢 是不是万一遇到了 可能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提示的 six foot 这个感觉绑架他的不是这个 人类啊 这个身高 有点一开始换换算不过来啊 今天我们要 冲往90%的准确率的这个工作业绩 好吧 又升级了啊 看一下出现了什么 卧槽 唤行怪 啊 就是这个 货布变形了 它就会变成一个像人类一样的生物 会引起家里面的这个水灾火灾电力中断 holy shit 看来货布 你得好好的对它对它才可以啊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basement I've seen it it's huge almost as big as my dog it doesn't hiss or growl or anything but I haven't gone close enough ok I've locked the door since I've locked the door i got it i got it 多毛的生物不会就是这个换行怪吧 而且这个图片又感觉就是在这个地下室里面 是不是啊 嗯 嗯 他说跟他们家狗一样大 我去发出嘶嘶的声音或者吼叫听一下啊 好像不太像啊 对吧 还让楼梯嘎嘎作响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我觉得它这个形容特别像这个楼梯阔鱼啊 对吧 出摸在楼梯和地下室也很大 而且它的形容是像狗那么大的阔鱼 但应该是这个了 应该是这个楼梯阔鱼 是不是 got it 我觉得这游戏有一点做的还挺好的 就是它的这个配音配的很棒啊 就是每一位来电的这位这些人 他的这个感情都还挺丰富的 能感受得出来 他还是挺害怕的 马桶货布 刷马桶的种类都出来了 但他有可能会 或者会让这个马桶堵塞 啊啊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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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是算了啊 my wife i can't her face i can't see her face I can't see her face holy i can't see her face i can't see her face i can't see her face 他这个状态 像 记忆的模糊 哦记忆精灵 他会删除房主的记忆啊 记不住亲人的面孔 那肯定是他了 这也太恐怖了吧 而且解决方案就只能 等他自行离开这个房屋 我们也无能为力 I'm sorry so sorry 好吧 你碰上记忆精灵了 删除的还是一些比较好的记忆 啊 如果说你碰到记忆精灵 把你那种 emote 记忆给删除了 感觉还挺好的 是吧 那如果说把你这样的记忆给删除了 那确实挺挺难受的 是吧 运气不是很好啊 好多呀 我怎么记得住那么多啊 到时候 电脑没网了 怎么办 yo 伟人又来了 投诉我们的团队啊 对我之前给我们打个电话吗 我已经有点不太记得了 没有这个记忆了 I'm sorry 我只能说 I'm sorry 这有点太少了吧 好吧 按照我的这个印象 他应该是 oh shit 没网啊 应该是遇到这个床齿了 我没网我把这个information发给他 他也打不开吧 还是说他家有网就就能打开了 I don't know 我觉得可能不是床齿 可能是多洗几次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Holy shit 全凭自己的这个判断能力 哇 美女 hello OK 卧室的墙底 有些裂缝墙皮 泼落了 然后他说他的猫肯定是不会去抓墙的 OK 我们之前倒是 有一个真君哈 他会寄生在这个宠物身上 但是会让这个宠物去干什么呢 没有写具体的 好吧 然后呢 这个断裂货布确实他是 哎 又有网了 他会使这个墙壁出现裂缝 但是不会造成 别的这个伤害 那我估计你家就是 住了这个断裂货布啊 住在墙里了 有这个解决方案发给你了 OK well done 这游戏好好玩啊 现在有一点停不下来的感觉 你知道吧 就是想一直玩下去 想一直知道这些未知的东西 想一直知道这些人打电话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吧 dary 他就是说上周我们跟他们给他的这个答复就是家里有这个普通货布吗 对吧让他这个留下这个牛奶 然后他说他说他家现在停电了 这个是为什么呢 难道不是普通的货布吗 我估计啊 就是你们家的这个货布变成了换行怪 然后呢造成你们家这个电力中断了 那解决方案就是说你只要不谈论换行怪呢 他就会一直待在那个地方 就是我怎么跟他解释这个东西呢 我没有办法跟他解释这个换行怪的东西 是这个好难解释我又不能提我一提他就知道了 再有换行怪 I'm sorry 好吧希望你下周还能成功的打电话 到我们公司来来确保你是没有问题的 准确度83.33334 哎可以啊我们准确度越来越高了朋友们啊 我们这个桌子上面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怎么还有一个科学奥秘这几个视频是连在一起看的吗 到时候是看一下邮箱里面的东西啊 介绍我们办公室的新宠物有个猫猫 好吧 再看一下这个新的视频 哇哦 what's this 灯塔 但是灯塔的跑后面是这个宇宙 科学mystery 这又是个什么片子了 小老鼠啊 我们放了一段 老鼠的视频啊 孤名 69 羌肉 也不值得 虚度 我 coolest 都能使用 真的 我 就 而仍然, modern science has observed they are capable of thinking quite intelligently and, in the case of the smart mouse, perhaps even capable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computer technology, today's scientists have been able to interpret the previously indecipherable squeaks of a smart mouse and have discovered what seems to be hidden messages within. Let's take a listen. What do you think? Is this a wonder of evolution? Or are we just hearing things that aren't there? Do mice and men have more in common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Well, I suppose that's what makes this a science mystery. What do you think? Oh my God! He's in this video. He introduced this smart mouse. This smart mouse, I feel like he's using the computer. Holy shit! I'm not just a smart mouse. You just think, I think it's a good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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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like I'm talking to the phone. I'm just looking for the phone. Click and transmit. This is a good thing. And then finally, 这个是什么地窖石窟 他说他胃有问题 是吧 可能觉得是水的问题 因为他也是只吃自己家种植的蔬果 你们家会不会有种到假的甜菜了 他是有什么胃病 疼痛持续 然后这个假的甜菜会 也会有胃痛 是吧 他在你的胃里面生根发芽了 OK 因为我们这里好像确实没有任何关于水相关的这种事件 好吧 OK 现在电话来了 这不是之前那个美女吗 她说我的这个 就是错了呗 上次跟她说的那个 那有什么办法 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这里刚好断网了 他的小孩失踪了 然后他最关注的是蜜蜂跟黄蜂之类的 蜜蜂肯定没有那么大的本领啊 把那小孩给拐跑 是不是 这个我估计啊 跟那种精灵相关系 对吧 Holy shit 我找到了 他家里面可能出现这个仿制品了 对吧 他会发出只有儿童或小动物才能听到的轻微嗡嗡声 这就是为什么说他那个小孩关注那个蜜蜂黄蜂之类的 然后呢 有仿制品出现的这个房主经常会发现报道 要么就是出出现了奇怪东西 要么就是小孩子失踪了 对成年人没有威胁 但是对小孩有重大的威胁 微制品家里面有一个 这个太恐怖了 哦 还还像 各布林呢 你说为什么我们会 接到这种很奇怪的电话呢 长得又像伪人一样呢 是吧 我们也不会给他们有任何的这个实质性的帮助 可能是这游戏里面的一些小彩蛋吧 他的地下室有臭味还有声音 嗯 那我知道是什么了啊 有很多的水有声音 我觉得就是地窖真菌了 对吧 他会有低水声 只有这个东西是比较符合的 来 哎呀 今天的准确度只有77.7777了 完了 有所下降了 看来不能一直长时间的工作啊 玩这个游戏已经玩了一个半小时了 That's the reason 我的准确率为什么下降 好吧 都是有原因的 看一下这个邮箱啊 呃又有新的邮件了啊 动你突破 哎 等一下啊 迈克 这也是迈克给我发的这个邮件 迈克之前还给我发了一个邮件 他说他现在很安全 他们没有发现他 迈克 更像是老鼠啊 排班 我周末还要上班这次 你看迈克的这个眼睛 他不是一个人的眼睛 那个哎 更像是猫的眼睛 对不对 公司 而且我们公司找了一只猫 是不是啊 加上我们之前看到这个科学奥秘的这个video 继续上班 星期五 然后我们周末还要工作 这个迈克会把我救出去吗 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自我的意识了 所以说我不一定 就是要好好的去帮助这些人类 对吧 我我我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是 帮助这些人类啊 让他们遇到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 让他们有了一些解决的方法 主管来电话了 应该是所有的东西都解锁了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解锁了 活物 衣柜迷宫 就是有点像那个鬼打墙 是吧 在自己的衣柜里面迷路了 啊 你的地下室可能闹鬼了 他的地下室听着更像是一个地窖石窟 啊 给你搞错了 地下室是地窖石窟来着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他的儿子去信了一个他所谓的邪教 然后失踪了 他也不care 然后家里面现在长出来了一棵树 问我们是什么情况 OK 你的儿子我估计是长成精灵树了 他是在人的体内生根的 几天就可以长到最大的尺寸 跟你的这个描述非常的符合 I'm so sorry 估计之前就已经在体内生根发芽了 有人在他们家外面用这个手电筒闪他们 黑夜精灵 黑夜精灵是以漂浮的亮光形式出现 OK 所以你们觉得是手电筒在闪你们呗 对吧 其实他是黑夜精灵来着 放一些音乐 他们就走了 很简单的 这个游戏啊 感觉就是像一个 这个SCP的百科全书 然后这里面有对应的每一种SCP的这种事件 每一个目击证人的打电话过来跟他描述 我遇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你就按照这个书本上面的 翻给他们就可以了 还是挺有意思的 在他厕所里面 在肥皂盒的下面 OK不想听你们这些废话 我记得有一个叫做肥皂精灵的家伙 Yes It's you 长得像狐贼一样 肥皂都能有精灵 我真的是 我觉得老外的想象力可能有点太匮乏了 今天的准确率80%还可以 对吧 看一下邮件 这是我的同事 他反正已经被解雇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还没有办法给我发邮件了 好吧 有新的视频出现了 我们来看一下新的视频是什么 播放 Great American Hikes 我们是一个登山视频 这个叫做雷霆风这个地方 这个是美国最危险的一个 这个hiking的区域 就是一个简单的介绍风景 让你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 好吧 看通过这个视频 Supplies 补给 补给什么的 hiking boot 登山鞋 水瓶 这个视频没有任何其他的信息了吧 Either sword 铁剑 what the fuck 要戴这个东西干嘛 攀爬手套 嗯嗯 the trail 路线图 给了一个 就好 Is there any logic c 从 到有山洞 enthusi orb 孙 男 好 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安全区 quiet zone 安静区 在这个地方就要完全的保持安静 把这个鞋子给脱了 进到这个山洞里面 这个山洞 我推开门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好像是一只大老鼠 在电脑面前工作 然后进到里面就是不要停 安静的走 视频也没有了声音 之前还有有人在吉他扫悬的声音 明明是后期配的 才不配了 跟着光走 听到这个声音要把这个剑给掏出来 没了 what 这明明就是这里面遇到的一个怪物 被击倒了怎么就是 就 OK 这明明前后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啊 就算拿了这个相机的感觉也是那个怪物啊 这个角色已经互换了 相机背后的人已经不对了 相机背后的人已经不对了 这个视频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 星期六再上两天班 上到周日 坚持坚持 好吧 那不坚持个毛啊 也没休息的 我坚持什么 仔细思考了一下 我靠 我就算 星期天上完班了那不就周一了吗 我还坚持个毛啊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正确率不会太高 朋友们 反正工作呢 都是这个样子 第一天第二天都是很认真的 第三天也很认真 第三天也是很认真的 是吧 到后面呢 老油条了就开始摸鱼了 是吧 完了被投诉了 被警告了 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工作状态 确实不是很好 被主管给警告了 他说 你再不好好工作 老子就把你开了 又能怎么样呢 你能威胁到我什么吗 我能想到我工作的时候 星期六还要上班啊 那我星期六上班的状态能好啊 好想下班 又来电话了 嗯 之前一直有这个伟人一样的这种 头像打进来电话是吧 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然后 然后之前我们主管 在前一天我们打了一个电话说 我们已经把已经 他们已经把这种虚拟的电话给屏蔽掉了 但是今天这个电话还是打进来了 听到的是老鼠叫 证明这什么 证明我们这个老鼠聪明的老鼠种子 种族在外面是有组织的 他打电话给我应该就是让我就是 对吧想起来自己是个老鼠 完了 我被辞退了吗 我被辞退了吗 我都 我就这样被辞退了 就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工作干的有点糟糕 啊你看 我猜的没错我们就是老鼠 我 我们被解雇了 我们就是一只小老鼠 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后面的这些 可以再重新再来一次的 星期六 那就是一个坏的结局 对吧 变成了一个小老鼠 你是知道自己是个小老鼠的 那是正常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呢 反正还有两天的时间 星期六星期天 OK 星期六的工作完成了 这次准数率92.3就搓了一个 好吧 我都要看一下这个游戏的另外一个结局是什么样子的 不可能老鼠变成人了吧 对吧而且每次lock in 他都还告诉你是人类DNA检查完成 先看一下邮件 恭喜我 OK我达到90%好像会有什么奖励 我记得 每日的优惠 是什么 魔石 结账的时候输入这个代码 我就可以只花1299获得这个玩意儿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魔石又是什么 调木游览器 这个东西直接在我们桌面上了 很奇怪 他这个奖励我也用不了 那最后一天上班 好吧 看一下会发生什么 这期视频确实比我想要当中要录的长很多 软件又启动了 不会不会最后一天还是还是要接电话吧 应该有要有一些别的东西出现了 按照这种游戏的尿性啊 试炼开始 不一样了朋友们 这些信息也不告诉我了 是什么要让我直接忙忙街忙猜吗 我们很多 我们在上方 我们是王后的追随者 我们是什么 啊我们是老鼠啊 不对 我们不是老鼠 老鼠没有什么所谓的王后的 我们蜜蜂有那个王后 他其实是一些科普问题啊 展示你的知识 还真是展示我的知识的时候啊 完了这里那么多 我不能肯定肯定会有错误的 没有生命 但是咔他作响 很小很弱 完成使命 然后死去 是什么东西 他没有生命咔他作响 对吧 啊我知道了 是这个活物啊 这个活物是那个木 木偶来着 对吧很弱 完成使命 然后死去 对那个木偶反正就是会干那么一下事 他的那个描述具体是什么 我忘了 OK 有网值钱 这个必须完全答对呗 这些题目 来个简单一点的吧 求求你了 我是乞讨者 我是干旱的侵占者 我是天空之水的朋友 我是什么 他是那个呗 羽之仙女 是不是 羽之仙女了 这个肯定不用 开了 OK 我们好像是通过这个答题 一直在挖一个什么东西 现在把人类的这个尸骨给挖出来了 你是死亡的预兆 你是瘟疫死者 永远受人讨厌 老鼠 但是好多老鼠 还有燕鼠什么的 应该是老鼠 我给你电话 他寻求那些富有之人的领域往前走 他们就会迷失方向 会迷路的我记得 会迷路的要不就是这个溢出迷宫了 只有这个感觉跟迷路干点关系 我们这个富有人的领域我还真不太清楚 OK 搞了搞了半天最后一天是答题 是吧 就是考验你对这些条目的熟练程度 我们是花园的伙伴 花园的伙伴有好多 强迫那些践踏之人不再践踏 感觉那些树精那些都有关系的 对吧 树精精灵树 这个有点难以选择 我猜吧 我好像猜一首树精 OK 解放你那僵硬的灵魂 我的灵魂现在还僵硬 我现在不要太聪明 我现在跟百科全树有什么区别 他是武者毁灭的使者 他毁灭软弱和鲁莽的人 他是一气之游冷淡之光 What are you What 这个形容 一氧化碳你是 这形容是什么东西了 冷淡之光 但是不对 你应该跟一氧化碳没什么关系 你应该跟火有关系 对吧 跳舞火其实就跟跳舞一样的冷淡之光 虽然他他发光吧 还挺热的 我觉得火 我们这里有跟火有关系的吗 我印象到房屋火灾 真的假的 房屋火灾 毁灭软弱和鲁莽的人 好像还真是你会毁灭鲁鲁鲁莽的人 软弱的人会不会毁灭 也会被毁灭的 运气有点差 Next 这要答几个题 不会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通过这个答题 就是我拥有了绝对的智慧 对吧 然后我从实验室里面逃出来了 我现在其实相当于是在挖地道 是吧 他是探索者 他是运输之人 你是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 送快递的 猜一个探索者运输之人 蚂蚁 木匠医 我都不知道我答对还是答错 他这个图片没有变化 他只说成功发送了 Hello Supervisor Carol here we've been watching you closely for all this time you have been providing excellent and accurate answers to our callers these acts will not go unrewarded and I'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you are qualified for a promotion please stand by while I prepare my promotion 升职了朋友们 promotion in progress please stand by what the fuck 怎么升职之后 这个主管的样子也变了 我升职了之后 是不是我也变成主管了 我还主管呢 我是老鼠 我变成人了 老鼠变成人 be not afraid come close what the fuck who are you 你是老鼠还是人 他给我一个加冕仪式 是不是 就证明 就是虽然我们是老鼠 那么多的知识问答 然后种种的原因就是 表明了我的智力 其实已经跟一个人类是相当了 是吗 那为什么 这个出现了之后 特别像一个原始社会呢 对不对 结束了朋友们 他的这个结尾的抽象程度 确实有点超出了我的想象啊 感觉是什么老鼠培育计划 对吧 你还记得有一个老鼠给我们发email 说 说这个是个就是大问题吗 但是你成功了之后 你会进化呀 像星球崛起一样呢 是吧 你没准就主导了这个新的世界呢 这游戏反而我而且玩到后面还挺抽象 挺有意思的 只是就是 过程当中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无聊 但是总的来说还可以 好吧 喜欢这些视频的话呢 那就不要忘记点赞这个视频 或者说关注下这个频道都可以的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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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